好,又是電影狂野的時間 今天要和大家講的是 今天會在香港上映的 新鐵金剛自破天空城 自從第一部擔正 Casino Royale爆冷的成功之後 Daniel Crick所演繹的 James Bond 亦都一改以往的James Bond的紳士形象 而改成為一個 有血有肉,硬橋硬馬 好像近似蜘蛛俠 蝙蝠俠那一類 超級英雄的形象 今次Skyfall 台前幕後更加一時無兩 邀請到 美麗有序的金像導演 Sam Mendes 很多人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美高回何爾會邀請 拍舞台劇出身的 Sam Mendes掌陀這一集的鐵金剛 其實關乎 這套戲的成績 老實說,我會覺得 戲裡面,紋氣 比動作場面比較多 更特別的是 戲份集中由 Judy Dance飾演的M 身上 Sam Mendes 以往也有 和Judy Dance在舞台劇中合作 尤其今次 James Bond和M的上司 和下屬的關係 亦黑話得比較深集 話說 M在戲中說 不見了全球恐怖分子的名單 更加遭到 一些不明的敵人要脅 除此之外 也翻查多久 James Bond 也很久都已經沒有再找英國的導演 來執照 所以這次看來 這套戲的 那陣除英國的風格是非常濃烈的 更加請到幾位很著名的英國演員 包括Ray Fines Albert Finney 當然不能不提的是 西班牙的影帝 哈菲伯丹所飾演的反派 未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會有一個期待 就是哈菲伯丹如果大家記得 就是幾年前 奧斯加的得獎電影 No Country for All Men 為他贏得這個南配角 在戲中飾演一個殺人狂魔 非常之是 一個很經典的人物 所以 但是看回這次的哈菲伯丹 在戲中 差不多要到一半之後才出現 當然哈菲伯丹的演出 當然不會令人失望 尤其是他每次出場 都是被人有一種很驚訝的感覺 我只是稍然 他的角色的黑話 可能還未夠深入 講完反派 當然當然要講幾位幫女郎 這次分別有來自英國的 Naomi Morris 這個黑人的女演員 也是歷史上 年紀最大的幫女郎 已經有35歲了 而來自法國的 Bernice的女演員 也是嚴厲十足的 講到製作方面 這次也是 一如以往都是落重本 外景 除了有倫敦 還有蘇格蘭 更加去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 還有中國上海 其中 在英國倫敦西敏寺附近 White Hall 拍攝的一場外景 講述James Bond 追捕哈菲伯丹的一場戲裡面 據我所知 劇組總共請了超過750個臨記 更加在光天化日封了整個White Hall的這段街道 而劇組更加遭用了超過100輛的車輛 在封了這個White Hall的時候 也都是這100多輛的車輛 不斷重複又重複駕駛 即是當導演大聲叫Action 那100多輛車輛是同一時間走的 但當導演叫Cut 這100多輛車輛就會停 好樣在背後做到一個 背景的Traffic 總結然 我會覺得Sky 4是一個不錯的James Bond電影 但我個人會比較喜歡 Daniel Craig的第一部James Bond電影 就是Casino Royale